大家好,我是Reason,瑞森老哥 使得到爆发性的增长 那么在远古时代 不管是智力还是体力 看似都不合格的人类 究竟有没有进化出攻击性武器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但在现代社会中 除了特定的场合和用途之外 我们已经不会再用到这些武器 甚至慢慢淡忘了它们的存在 但不要担心 今天瑞森就带大家来看看 人类身上到底有哪些致命的武器 虽不起眼 但在我们看似平凡普通的身体中 潜藏着数个危险且致命的武器 人类身上的第一个武器 就是我们的手肘 手肘在人体中 是一个非常坚硬的部位 在表示矿物硬度标准的末式硬度中 手肘与牙齿的硬度都是7 而我们熟知的铁 硬度只有4到5 不锈钢也只有5.5 暂时的末式硬度则是10 因此我们能发现 手肘的硬度 即使放到自然界中 仍然是非常恐怖的存在 我们经常能在各种武术表演中 看到高手使用肘击 击碎多层石板 其原因就来自于 习武者能够正确运用手肘的威力 加上手肘摆动时的力壁很短 会不可避免地 在摆动中加入腰腹结构 赋予正确的方法 能够打出非常可怕的力道 在各类武术中 我们都能看到类似肘击的招式 跆拳道中有挑肘法 跆拳中有斜肌肘与横肌肘 但肘击的威力实在太大 导致很多格斗比赛中 肘击不是被限制 在UFC赛事规则中 至上而下的12点肘击是被禁用的 2016年 美国拳击委员会协会 考虑禁止选手使用12点到6点的肘击 人类身上第二个坚硬的武器 则是足根 足根与手肘一样 都是极其坚固的部位 而连接它的是 人体身上同样极端有力的腿部 若将腿远远踢出 足根将会携带庞大的能量击中敌人 如果运用得当 这威力当然不是闹着玩的 被足根踢中而受到严重内伤的案例 在格斗界可谓屡见不鲜 让人怀疑 阿卡留斯当初究竟为什么 会因为足根折挤沉沙 另外 如果我们用手掐一掐这两个部位 会发现足根和手肘感受到的痛觉 远远低于其他任何部位 事实上 手肘尖端几乎没有任何软组织 甚至令人以为 这两个部位在设计之初 就是为了进攻而生的 但在今天 不管是手肘还是足根 除了格斗比赛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场合 需要我们利用到 这两个部位的坚硬与力量 在和平年代中 我们慢慢地淡忘了这些 本就不起眼的致命武器 也许这同样是一种幸福 相比前两个 已经慢慢退环境的武器 人类身上的第三个武器 应用仍然非常广泛 在日常生活中 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这个武器就是前臂 有了前臂 我们才能展现出很多其他四族肉食动物 无法完成的捕猎动作 人类的上肢力量非常恐怖 至少在同吨位的动物当中 人类的上肢可以勒死绝大多数敌手 四族着地的动物 几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挣脱人类上臂的前置 光凭腰腹力量就能摆脱的动物 也是极少数 更何况 人类还可以继续增强这一武器 通过健身和锻炼 来让上肢力量变得更强 原始人在捕猎过程中 想必也锻炼出了相当发达的上肢力量 而这一运转自如的肢体 是让绝大部分捕猎者 都望而生畏的多功能武器 不仅是上肢本身的力量 人类更以此为凭借 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原始捕猎工具 最终帮助人类成为了草原上的霸主 除去人体本身所具有的这三种武器外 人类还有很多的辅助能力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能力 就是直立行走 站起来的人类 不仅仅扩展了自己的视野 同样解放了自己的双手 在与四族着地的野生动物搏杀时 还能通过屈身和伸长双臂 来隐藏自己的腹部与脊椎 让敌人无法进攻自己的要害 而通过直立行走所解放的双手 更是让人类与其他捕猎者 拥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人类受益于上臂 制作出了大量的武器和投掷工具 从此远离了与其他动物近距离搏杀之苦 通过手腕与上臂的力量 人类投掷出的武器与工具 能够对猎物进行致命的打击 但当原始人在草原上追逐猎物时 工具与武器虽然是能让人类获胜的原因 但若无法追上猎物 那么一切优势都无从谈起 当我们在被800米折磨得奄奄一息时 想必很多人都想过 我们的老祖宗究竟是怎么抓到 那些跑得飞快的猎物的 虽然人类跑步的速度说不上快 但说到长距离奔袭的能力 人类却是不遑多让的 我们知道 陆地上奔跑绝对速度最快的动物 就是猎豹 猎豹捕食时冲刺的速度 能够达到110公里 这个数字 人类光凭双脚是永远无法超越的 但猎豹这近乎疯狂的冲刺 只能维持15秒左右 而大部分草食动物受制于散热能力 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奔跑 但人类却不一样 人类可以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一连追赶猎物十几公里 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这种能力不仅在本家灵长类中 独一无二 就算放到四族哺乳动物中 都非常少见 考古证明 至少在200万年前 人类就进化成了 非常适合长跑的体态 一双长腿能够增加跨步的幅度 强壮的臀肌 能够提供奔跑所需的动力 用来减震的弯曲足弓 增加身体稳定性 而变得短小的脚趾 一切的进化 都在使人成为最有耐心的猎手 而最重要的是 人类身体上的体毛慢慢退化 直接让人类的散热能力 与其他动物拥有了质的不同 时至今日 虽然人类已经不再需要 在日常生活中连续奔跑十几公里 但这项能力依然被保留了下来 不管是正规的马拉松比赛 还是长跑比赛 我们都能依稀看到 曾经人类捕猎时的身影 还有一些人 酒后实在闲得坐不住 想要验证人类到底有多能跑 干脆举办了一场 人与马的马拉松比赛 这个从1980年开始 因为酒后笑话应运而生的比赛 最终成为了威尔士 每年的固定保留节目 并且在2004年与2007年的比赛中 最终取得胜利的都是人类选手 但人类的极限就仅此而已吗 还是说人类身上仍然潜藏着 未被发掘的能力呢 实际上 人类的极限并不仅只有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所展现出的那点程度 就像龙珠中 悟空穿上重达数十数百公斤的道服一样 人类同样也在使用某种机制 来暗中限制自身的力量 而管理这个限制器的 就是人类的大脑 我们日常中所能发挥的力量 大概是人类全部潜力的三分之一 之所以要限制在三分之一 是因为提高这个数字的话 人就很有可能伤及自己 或者使肌肉组织受损 但也有方法能够解除这个限制 一旦人面临生死关头 为了生存下去 大脑就会命令人体分泌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释放后 人体的心跳加快 血管扩张 血流量增加 代谢能力变得更强 屏蔽痛绝 增加亢奋感 力量同样会成倍增加 到了这个时刻 人与人的体质 恐怕就真的不能一概而论了 在竞技运动中 我们恐怕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明明磕碰到了某个部位 却不会马上传来痛感 而都是在比赛或运动结束后 才慢慢察觉到身体某个部位扭伤 这就是限制在慢慢恢复作用的表现 人类并非没有进化出攻击性的器官 只是我们的智力 已经发展到了 不再需要这些器官的水平 但若是真的面临生死关头 只能放手一搏的人类 人就是非常危险的存在 但今时不同往日 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和动物搏杀求生 但如果我们因此变得自大傲慢 真的去野外划闪老虎或狮子 赤手空拳挑逗猛兽 等待我们的 恐怕不止性命之忧 还会有牢狱之灾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Reason 瑞森老哥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 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吧